哈囉大家好我是SkyE 很多網友會私訊問我說 為什麼我這麼努力練 這麼努力吃 但是我的肌肉呢就是長不大 今天呢我就站在 肌肥大的角度跟大家聊聊 肌肉長不大這件事情 今天我整理出五個 比較多呢容易犯的錯誤 以及迷思 一起來檢視一下 自己是否也有這些問題 第一件事 行程過長或過短 在我們剛開始訓練的時候呢 總是會聽到有人告訴你 在訓練的過程中呢 要保持行程的完整性 才能更好的刺激到你的肌肉 所以我們都會很習慣的 盡可能把行程做好做滿 這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好習慣 但是肌群在訓練特定動作時 是很有可能不小心讓行程過長的喔 例如三角肌前中速 當我們在做肩推以及側平距的時候 過長的行程都會讓我們 三頭肌斜方肌參與過多 另外下放時的卸力 此時靠的只是關節的支撐 肌肉的張力已經跑掉了 每做一下都要重新 或甚至用到其他肌群來啟動 所以記得在下一次訓練的時候 來檢視一下 自己是否有達到良好的行程 保持持續的肌肉張力 第二件事 重量過輕或過重 因為有不少人以為 就算沒有較重的啞鈴 只要我拿輕重量的啞鈴訓練 增加次數主數 一樣可以達到肌肥大的效果 事實上你不增加重量來訓練 你的肌肥大效果 並不會特別顯著 在現今健身空氣盛行的時代 大家的觀念也在飛快的進步 已經不再會有重量過輕的問題 不過還是看到不少人 反而是用過重的重量來訓練肌肥大 有一句大家都朗朗上口的話 訓練肌肥大要孤立肌群 但是當你使用過重的重量 就很容易讓你使用過多的斜風肌參與 好比我們在練三角肌後速的時候 如果重量使用不大 就很容易用到背部肌群來發力 所以挑選適當的重量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第三件事情 訓練的重量呢 它並不會是直線進步 而是像股票一樣 起起伏伏 當我們從一個沒有健身習慣的人呢 到剛開始健身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有一段甜蜜期 你會感受到每一次訓練 你都覺得力量都在增加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會產生一個 好像我每次訓練 都用同樣的足數 同樣的次數來做 只要我增加重量呢 我的肌肉就會跟著變大 基本上這個想法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只要你隨著 每一次的負重訓練量增加 你的肌肉確實是會越來越大 但是 當你訓練可能半年之後 你會慢慢覺得 欸怎麼用同樣的訓練方式 我的重量卡關了 這個時候別忘了降低一些重量 來提升主速與次數 讓總訓練量高過先前的大重量訓練量之後 再慢慢的一次一次增加重量上去 來突破瓶頸 第四件事情 過多的訓練動作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要把一個肌群雕塑的好看呢 是需要各種不同的角度 各種不同的訓練動作來刺激它 這個觀念呢 是對的 但是 這種訓練方式呢 是需要適當的安排在你的訓練周期裡面的 然而一個訓練周期可能 8到16周不等 當中呢又有分層級的小周期 所以 並不是要你每次訓練都要去做一大堆的動作 可能練個二頭肌 你要同做四五個動作 這樣反而會讓你沒辦法好好的應付每一個訓練動作 我們應該要把這麼多不同的訓練動作安排在周期裡面 新手訓練大約三到四周 或甚至三個月調整一次訓練菜單即可 如果以上四件事情都確實的做到 卻還是覺得肌肉怎樣都練不大呢 那麼一定是我接下來要說的最後一件事 第五件事情 你以為你吃很多了 其實你根本吃不夠 有沒有吃夠多的食物 攝取足夠的養分呢 是會直接反應在你的體重上面的 如果你一直覺得你吃的夠多了 也都好好訓練 卻還是都練不重 那麼去量量看體重吧 是不是已經很久都沒有變化了呢 如果真的覺得沒胃口 吃不下東西的話 試試用牛質的補充品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好了那以上五件事情 就是我這次分享給大家 好好的檢視自己 調整好腳步 明天再進入健身房訓練 一定會讓你大躍進 那麼進步之餘呢 也別忘了把這支影片 分享給你身邊的健友喔 有任何問題會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記得該下次見 掰掰